秀出手機上的照片 十二七歲的挪威女登山家 哈里拉 開心分享自己 與九名向導 成功登上全世界第二高 位於巴基斯坦海拔 八千六百一十一公尺的 喬哥里峰K2 爬完K2後 哈里拉刷新了世界紀錄 她以三個月又一天的時間 征服十四座 超過八千公尺高的山峰 等於每六點五天 就完成一次登頂 她也是最快完成 這些紀錄的女性 哈里拉小時候 只專注在足球 手球 和滑雪 直到二零一五年 她贏得了旅遊機會 爬了位於坦上尼亞的 吉利馬扎羅山 才發現自己 對登山的熱愛 哈里拉說 登山通常由男性主宰 所以她要為女性樹立榜樣 哈里拉在二零二一年 也創下紀錄 她成為最快爬完 位於尼泊爾聖母峰 與洛茲峰的女性 而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二零二二年時 她再向高難度挑戰 要以最快速度爬完十四座 海拔超過八千公尺的高山 但為了籌措爬山經費 哈里拉賣掉了自己的公寓 因此她也希望她的成功 能夠為更多女性 在挑戰登山時得到更多的資源與關注 哈里拉在短短的六十九天內就爬完了五座山峰 但剩下最後兩座時 卻因為新冠病毒肆虐下 中國限制外國登山者進入 因此無法順利取得簽證 所限今年能夠捲土重來 而在完成人生目標後 哈里拉計畫回到挪威 除了改善當地對女性運動員的贊助模式 她也想回到家人身邊 因為許多重要節日 甚至是奶奶過世 她都不在 許多登山客都想征服K2 哈里拉在登山方面 不僅有熱情 還有強烈的企圖心 如今她靠著不斷創紀錄 得到許多廠商的贊助 她說 這些紀錄對她自己來說 意義不大 但很希望藉由這些紀錄 改變世人對女性運動員的看法 公視新聞 沈璐沛編譯